新北市的疫情趨緩 今天新增本土案例11例 只是三級警戒以來最少的一次 7月12號有可能為解封嗎 侯友宜說全力以赴步步為營 但現在討論解封太早了一點 另外他也加碼宣布 新北市場夜市碳商 明天開始全部打疫苗2萬劑 三級警戒持續 新北市4號迎來確診數最低的一次 只有11例 其中有4人跟批發市場傳播鏈有關 只有1人感染源還得查證 但就算疫情有趨緩跡象 侯市長對7月12號為解封 仍然沒鬆口 要外界別掉以輕心 病疫苗覆蓋率控制疫情 新北市宣布第二波莫德納疫苗 除了68歲70歲以上長者 分兩批次施打 預約時段分別是7月6號到7月7號 以及7月10號到7月11號 還加碼宣布市場夜市攤商疫苗開打 7月5號開始分梯接種 對象是我們168處的列管市場 夜市 這個施打的是會按照自治會造冊來施打 或配量是2萬劑 撲滅疫情 按部就班 特別是這12天來 從台北到新北做篩檢的民眾 已經高達7500人 凸顯出雙北在疫情控管上的差距 相較臺北市疫情深陷 侯友宜顯得游刃有餘 華視新聞宣論彭冠林 新北報導